所以我請教小平哥 那我覺得黃國昌就很厲害了 到現在真的是很會視人 他說那橘子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 之前大家問他端木正 他說不認識 問他李文娟 他說不熟 但是他認識橘子 還幫橘子說話 我見過最狡猾的就是 政治上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是不是核心 不是 黃國昌是不是靠航 是 是 黃國昌的血統是長白 是那個白頭山 不是 是四壽山好不好 他比不上黃三三 可是因為 因為他就來了 傭兵 傭兵這個武功也很高強 他當了總召 那他他想不想活下來 他知道你知道 時間站在他這邊你知道嗎 他不可以在這個時間裡面 代理主席的時候 這個裡面之前發生任何的變故 黨籍各方面 萬一錢 黨產什麼都被拿走 所以你看社會大眾 社會 因為他唯一乾淨的人 幾乎是在整個這個大頭 看起來是這樣 你看到了土城去或幹嘛 他他他能去就去 那能快閃就快閃 我有到了 我婚禮我有簽到紅包包就走 他也不會去守夜 不會幹這個事 然後現在講所有的人 我現在要表達 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表現了 對不對 我說黃國昌對於阿伯嗎 那我找個局勢最安全 這最小咖嘛 他很聰明 你知道他不會被阿伯 他敢不敢去跟阿伯的金流 而且有人督賣說 我跟你講鍾小平講三階段 三九二到五六零 五六零到六七二 加上那個榮儀 然後這個鍾小平說 他讓他獲利了五百億 對不對 非法的五百億 這種問題我督他敢講 不會講嘛 他從來沒有講過內容 內容都是張錢 就是官昌公協 可是他這次對橘子是講了 就是橘子他經手了那麼多 如果是檯面下的政治獻金的話 他心裡清楚了 橘子其實沒有 橘子不是小咖 沒有多重要 他絕對沒有指導核心 特別是柯文哲本人的犯罪行為 跟聲援柯文哲這種 就罵我嘛 罵我很廉價 你罵我 我被你罵我也不重要 至少我有罵鍾小平 我有罵游淑慧 所以端木正 你完全這種經手前的 他就說他不能止 他有沒有講過住雅虎 有沒有講過端木正 沒有嘛 要害都沒講 弄一些小咖 弄我們這些小咖咖的人 他也在發 也有聲量嘛 也在表忠 他很狡猾 你知道 很聰明 表忠又不礙事 那種感覺 就武宗治藥先 就不傷身體 他發言 很聰明 我覺得 所以黃國昌 那不幫誰說話 特別幫橘子說話 是因為覺得橘子的角色 非常重要嗎 還是橘子在這件事情 可能沒有關係呢 我們請教一下3Q 因為他竟然說 他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 大家說黃國昌 到底是 世人不明嗎 因為他過去也幫許有明 幫柯文哲 現在還幫橘子講話 共產黨在 這個內部 曾經討論過一件事情 如何用宣傳 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得到三個結論 第一個叫做無恥地說自己的好話 第二個是不要臉地說敵人的壞話 第三個叫睜眼說瞎話 黃國昌完完全全掌握這三句話的精髓 他在誇獎自己人的時候 我百分之百相信他的清白 如果柯文哲貪污 我第一個跳出來譴責他 他到現在也都還沒有跳出來 他不知道這個他的標準是什麼 所以他在包揚自己人的時候都會把他這一輩子最華麗的遲早拿出來鋪陳 橘子什麼 他是講什麼 單純天真可愛 對 好 那但是他要批評別人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一題 雖然要講橘子我一定要講一下黃國昌 黃國昌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他是怎麼做的 他把所有的媒體都罵了一輪 他要中叉關台 他要東叉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沒關係嘛 東叉要這樣子的話 我們都有直播嘛 他說自由聯合 某一個關於陳志涵母親的報導 那個叫做綠色恐怖 其實明明就跟他們報導的人都沒有關係 所以他把所有的記者都罵了一輪 他說你們這個叫做綠色威權 我說共產黨用這個戰政策 好像我在把它抹紅 結果我們看一下外國的報導 這個是外交家 外交家的報導 他的原文是寫說 北京正在利用綠色恐怖四個字 來製造台灣的歷史分裂 意思分化台灣的意思 這個國外媒體報道的 這個北京在用的 黃國昌用得很舒適 他就目的就是 所有的媒體都是綠的 只要跟我站在一起的 都是天真可愛 溫柔善良 阿伯單純阿伯沒有拿錢 好那其實破解這個很簡單 問黃國昌一句 沈慶經是不是綠的 問他的這些共犯們 可能被傳的正人被告們 是不是綠的 那如果他們是綠的 黃國昌他會怎麼做 那就是北檢政治迫害司法追殺 所以他們民眾黨 現在進入一個狂熱非白即綠 他們眼中已經沒有藍色了 他看到中小平 就中小平是民進黨的 時代雜誌稱讚黃傑 時代雜誌是綠色的 所有的人都是綠色的 這就是民眾黨在製造的氛圍 這跟我們大眾的認知不一樣 所以黃國昌他已經走到一個 我坦白講已經是精神分裂的狀態 前兩天在委員會裡面開會 有一個委員叫做張志倫 張志倫大家比較不熟 他爸爸很有名叫張慶忠 黃國昌當年衝進立法院 就是為了要跟張慶忠對幹 結果因為他當天叫不出張志倫的名字 因為張...不好意思 我在這邊鄭重跟張志倫委員道歉 因為我忘記你的名字 十年前你跟台灣人講說 黃國昌會跟張慶忠的兒子道歉 你看大家會不會氣壞 說黃國昌說的不是真話 因為你看如果他幫徐永明講話的話 那他也拋棄徐永明 現在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黃國昌目前百分之百 相信他的清白的人 現在是百分之百這個判刑 他百分之百相信徐永明 徐永明判刑 現在百分之百相信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積壓 而且途利...至少途利的機會 他還說橘子是一個單純的人 黃國昌你只要把他的話 倒過來聽基本上都是對的 他們在那邊講什麼科幻小說的話 就表示這個是寫實小說 他如果說這個是... 反正用負面的名詞 他基本上就是真的 他現在已經無力去敘述內容 如果橘子是一個單純的人 那你具體告訴我 你從什麼事情看到他單純 你告訴我他在柯文哲身邊 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做什麼事 柯文哲為什麼不帶陳志涵 吳宜軒等人去桃朱影園 需要帶這個橘子 所以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說橘子很複雜 我們只是說橘子 作為一個柯粉 來在柯文哲身邊 那尤其是橘子身邊很多朋友 都替橘子感到什麼 其實是感到可惜 感到可憐都有 因為橘子加進富裕 不需要去擔這一些的這個責任 但他因為他粉柯文哲的原因 所以柯文哲教他什麼事情都做 你作為一個成熟的大人 你看他一個單純的小孩 你不是應該要把他從這個 這個政治獻金 或者是金華城案的遺運中 把他救出來 你把他你講他單純 我認為對案情沒有任何幫助 好 所以請教易善哥 那如果橘子 真的是一個單純的人嗎 因為昨天我們看到了 週刊很多內容 就說這是柯媽媽 放在柯文哲身邊的人 只要看誰不順眼 就去摻他一本 我想說橘子看起來 也蠻年輕的 真的是所謂這麼樣的單純嗎 蔡振元說什麼 蔡振元說他因為這件事情 問了柯文哲真正的幕僚們 對方除了大笑也透露 橘子的任務 就是柯文哲外有活動的時候 幫忙負責拿水的而已 真的只是拿水的而已嗎 對 拿任何東西 反正只要老闆交代他就去拿 這才是關鍵 不管是拿水 拿便當 還是拿錢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橘子是不是單純 我認識的時候是很單純的 被環境污染 他其實是一個2018年 我們連任的時候 就是一個柯粉的志工 他自己本身也經營一些 網拍的網站 做一些 他很喜歡日本 所以又跟日本有關係 拿一些日本的一些流行的物品 到網路上去拍賣 因為他善於在網路上拍賣 所以我們在2019年 柯文哲準備選總統的時候 經營柯粉俱樂部 就把一些所謂的柯粉的小物 請他去做 委託他去做販賣 也讓他去管錢的工作 那時候柯媽媽跟柯文哲認識他 竟然發現說 他原來是我一個遠親 就慢慢的拉爬他進來的黨部 後來因為柯粉俱樂部 就因為成立政黨 就把柯粉俱樂部 合併到政黨裡面去 所以他也在政黨裡面認職 所以我們看到一年多 他有領政黨的薪水 薪水也不高 也是三四萬塊 因為那時候政黨成立 為什麼跟柯媽媽很好 因為黨內的第一大派系 就是柯文哲的人馬 那時候就負責 柯媽媽就負責 揪一堆黨員入黨 那都請橘子幫忙協助 把這些黨員列入名冊 讓他去管理 變成是黨內第一大派系 也是柯媽媽的核心 後來柯文哲也覺得不錯用 然後柯媽媽也覺得有需要 就讓他去市府歷練 那柯文哲是不是要培養他 成第二個蔡壁如 應該說是這樣子 他希望一個不會管他的蔡壁如 就不會管柯文哲的蔡壁如 因為蔡壁如其實會管 柯文哲管東管西 而且會跟柯文哲 內鬥蔡壁如 對 其實因為那時候蔡壁如 當立委 所以他沒有必要去鬥蔡壁如 當辦公室主任對他很兇 我們在下載了 我們在下載機 前面 我們在下載機 跟柯文哲